最近江派退休常委吳光正高調現身 在東莞考察企業並罕見召開座談會 被外籍認為有干政之嫌 大陸時政微信公號正事24日報導 近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吳光正 在廣東省委常委及東莞市委數名官員陪同下 來到東莞一家企業進行所謂的參觀指導 並召開座談會 一般來說 中共退休常委外出考察期間 召開座談會的做法極其罕見 26日 網絡上出現天涯老顧客的文章 明確指出 中共退休常委到地方考察時 召集座談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舉動 有干政之嫌 文章表示 從理論上來講 常委退休後就是一個普通公民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開座談會在中共官場是確確實實的施政行為 文章還說 老人干政危害甚烈 這是有歷史教訓的 眾所周知 江澤民退而不休 干政不停 據港媒報導 江澤民下臺後 中辦曾有異披露 江澤民就中央政治局工作 政策 決策 及就不同事件等做出的批示共有350多次 談建議意見看法的書面材料48份 還召開了20次座談會等 習近平上臺後 在政治局高調退出了《習八條》 外界認為 《習八條》的核心就是打擊老人干政 吳光正是江派人馬 其發跡史也是其追隨江澤民賣力 鎮壓法輪功的犯罪史 他在任山東省委書記期間積極推動迫害政策 山東省一直是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吳光正曾在塞浦路斯西班牙被當地法輪功學員 以非法致死酷刑反人類罪被起訴 並上了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的 涉嫌參與迫害法輪功責任人名單 衝刑反人類罪被告 衝刑反人類罪被告